汽車執行 結果下一秒一輛摩托車突然從右側跑出來 騎士倒災從撞上擋風玻璃 另一個路口用機車衝出來 撞到另一輛車雙雙倒地 兩起車禍都在高雄 肇事原因都是闖紅燈惹的禍 就算警方加強取締 甚至還出動隱藏式測速照相 但高雄去年車禍數總共三萬九千件 死亡數三百三十三人 在六都裡頭排名第一 這裡是高雄三平區九如一路 因為鄰近交流道車流量非常大 也是高雄十大造勢熱點之一 警方也藏在這裡加強執法 每天都要 有時候是像現在下午 然後昨天是到晚上九點多都還沒走 降低車禍數 那我覺得正確的車道規劃 和合理的速限比較好 近期在高雄的各大路口 都會看到警方站崗 因為今年上半年 車禍數仍然多達一萬八千件 死亡人數破百 前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卸任前 還是沒有改善 這也讓他在晉升警政署長後 還得要回頭下令高雄市 八號得進行交通大執法 這特別是針對了轉彎位依規定 酒駕大型車違規及違反 耗制管制這四大類先做 連車禍數都難以改進署長的面子 要往哪擺 像這種和民眾息息相關的 生活交通日常 成了新任警局長的挑戰 TVN新聞方志成宋家娟 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